境界法师 根本烦恼中 鱼痴是最严重的 在据社论上说 有两种因缘 使另一个人出生会鱼痴 第一 你过去生有棒法的因缘 好比你说这些大圣经典 都是后人节级的 都不是佛说的 这是诽谤大圣佛法 言非佛说 或者你说 这些佛法都是语言文字 没有什么真实作用 这也是棒法 由于此棒法的因缘 生生世世感的愚痴 就算听到佛法 你也听不懂 即使法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奇怪 你还是听不懂 就是你这一念心 跟正法之间有一道墙 被棒法的罪障 障住了 使令清静的法水 不能倒入你的心中 这是棒法的因缘 第二 你过去生有卖酒 卖毒药给别人 这个也会有问题 你造这种业 使令他人迷惑颠倒 所以像卖酒 卖鞍菲他命 将来会剁到三恶道去 以后回到人间 生生生世世世愚痴 没有智慧 据社论中说 由于上面两种因缘 使人愚痴 愚痴是最不好的事 一个人如果愚痴 就会广泛地遭作恶业 因为心中没有目标 没有所谓的崇重闲闪 也没有所谓的轻惧抱恶 就是说内心欢喜怎么做 就怎么做 这样的造罪 都是非常厉害的 以后得果报 就非常坚固 很难忏悔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 了解道理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一切罪业的根源 来自于愚痴 在根本烦恼里面 这是最严重的烦恼 假设我们内心很愚痴 就很难增上 当然也不会去对治罪业 对于所做的罪业 没有惭愧心 生命就很难离苦得乐了 我们应该透过佛法的文思 去栽培智慧 虽然刚开始听不懂 但是假设我们再不栽培 那以后更没有机会了 在修行上 智慧就像眼睛一样 能够引导我们辨别 什么是善业 什么是恶业 什么事可以做 什么事不该做 而这样的抉择能力 就是靠智慧而生起的 所以无明是应该要对治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